受到疫情影响民众用餐大多是以外送外带为主 但也造成了纸质餐盒等回收物暴增 台南市5月的资源回收量就比去年同期多了一成六 储蓄量也增加了近四成 而以往清洁路线只要一辆回收车就能够载运完毕 现在得要增派两辆车 而如今三级警戒再延长也让清洁人力出现了缺口 环保局是赶紧调度支援 清洁对仓库内资源回收物堆得像小山高 数量之多必须出动小推土机才能轻运 清洁人员忙翻天成为另类疫情受灾户 受到疫情影响民众用餐改以外带外送为主 导致餐盒纸箱等回收物暴增 光是在台南今年5月份回收物一天平均量就高达115公顿 比去年同期成长16% 预估6月将暴增到25% 另外处于部分5月份也高达71公顿 比去年同期增加近四成 数量惊人 从疫情之后开始 我们的那个车 车的那个车次多了差不多2至3车 餐盒 宝丽龙 纸箱都多了差不多15%左右 而目前因为回收物实在太多 清洁队除了加开回收车辆班次 更调派人力回来支援 市长黄伟哲也呼吁民众尽量在家开火 煮多少吃多少避免浪费 我们的一些储余回收事实上增加量 是增加蛮多的 以5月份来讲 我们大概比去年增加了36.8% 疫情期间近内用 餐饮业者改做外带咬牙苦撑 却造成回收物暴增 如今连清洁队员也得共提时间 只盼解封日能赶紧到来 记者黄富奇谈报道